他把正义主要理解为公平 他不否认收入分配可以有差别 但是任何这样的差别是要最有利于最不利者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相当关照 现在有时候说是偏爱最不利者的 弱势的一方 对 关爱弱势一方的正义原则 很大程度上是分的正义 如果用马克思理论来说 这个财富是无产阶级创造 或者是工人阶级创造 本来就是他们应得的 所以就要剥夺者 罗尔斯讨论的是 富人应给 他不强调应得 社会是一个合作系统 所以不能完全根据个人的贡献 来分配他们的所得 因为即使消除那些家庭出生 带来的起点不平的 还有天赋的差别 比如聪明对一个很聪明的人来说 并不是他们应得的 运气差别 或者说老天爷制甩子的结果 就罗尔斯他认为天赋是偶然的 偶然性不能影响正义的公平分配 这样的话 享有较高收入的富人 就应该拿出一部分来 给穷人 这就是现在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 分配的正义 就是经济利益分配的正义 过去的传统社会正义 这无论中外 核心正义原则就是 各得其所应得 惩罚也是对等的 回报也是对等的 主要是一个报的正义 传统社会更尊重追求优秀卓越 现代社会更追求更强调追求平等 但是你要落实到人性上 其实这两个都发生在 甚至同一批人那里 当一个群体或一个个人 他感觉到待遇不如别人的时候 他特别强调要求平等 但是一旦在另外一些方面 他又优越于其他人的时候 特别反对平等 这原则的论证 他可以同时表现出两种倾向 您内心呢 包括您在此刻 您对正义论的看法 因为这本书在1987 88年的中国 是一种感受 现在过了35年了 又有什么新的变化 好像我昨天也说的了 就是说他有一种 就是没有把生命原则 独立地放到第一正原则的位置 首先还是要保存生命 一个是防止战争 谋杀等等 还有一个就是提供足够的 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 不管他们是不是赚到了他们所应得的 我觉得都可以来救助他们 这个我觉得应该把司法的正义 法律的正义 放到分配的正义 就是经济率分配的正义前面 那我们还原一下 当时怎么开始想到我要翻译这本书 这要感谢当时社科出版社 有一个副总编 我们正在给他编一套 叫外国伦理学民族重塑 那时候编书热 大家都在编书 那个时候已经知道罗沃斯了 已经读过他一点原文的 得到这个消息 可以翻译 那就很兴奋 当然实际上还是研究生 也不知天高地厚 这个呢 我刚开始接触西学的时候 八十年代初 那主要是存在主义哲学 那是比较个人的自我的 强调一种情感 带一种非理性主义的色彩 对所以很打动年轻人 打动年轻人 但是呢 九十九十 并不能够给他们提供持久的力量 我就觉得 比较空洞呢 嗯 你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 基本的约束和限制 无论是人性的还是社会的 你可能是冲不破的 嗯 你就只是在谈论 个人如何要 要解放自己 那个是重要的 但是是不够的 不够的 对对对 要并存才行 对 所以这个 要感谢罗尔斯 包括后来 努奇克啊 他们是我 把我引向了 社会伦理 制度伦理 就关注社会 关注制度 那更多人 声音不行了吧 其实我最早知道 何老师 是他写的 良心论吧 因为当时中国社会 在完成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就是 就八十年代的气氛消失了 九十年代开始新的兴起 然后大家突然投身于下海啊 创业啊 大家普遍感觉到一个社会的巨变 价值观的一个巨变 然后 也有很强的一种新的一种 道德意识的这种 忧患嘛 包括社会的伦理意识的 很强的一个忧患 然后这件事情 其实现在过去三十年了 我觉得当初的讨论 到现在好像有一种新的 迫切性 尽管这个迫切性 是一种比较沉默的方式 但其实更强烈的一种需求 您很年轻时候来过这边是吧 对 那什么时候啊 我现在不记得是八十年代末 还是九十年代初 那时候印象就是站在一个高坡上 然后呢 底下很大的一片沙滩 很辽阔的一片沙滩 这两天您在北台河什么感觉啊 就是感觉 凉快 这个我以前上次来都没有感觉到 因为北京很热 是吧 对 因为北京这个时候很热 我离开的时候 正好是它要开始热的时候 这进来挺舒服的 嗯 这个地方有点也挺好 还有亭子竟然 对 还有亭子 我们刚才待的地方就那一片 在那儿啊 对对对对 道德和伦理是什么关系啊 是这样 因为伦理学其实对中国挺陌生的嘛 道德伦理其实有时候经常是 混用 近一次 至少是近一次 嗯 伦理学是研究什么的 研究道德 嗯 用古人 我们刚才认为伦理是人伦之理 嗯 更强调客观一点的规则规范 你甚至可以说 中国古代的思想 主要是伦理的思想 对 道德了 古人说 道之德于极者 你把它类换了 你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嗯 呵呵 我觉得重要的不是说建立一些概念哈 其实关键的是既使用一些传统的概念 但是呢 又把它转化成具有现代意义的内容 嗯 所以最初您提提出这个底线伦理这个概念 嗯 是要再应对一个怎么说 瓦解或者缺乏共识的社会的一种 对对对对 嗯 过去的传统社会是有 有共识的 嗯 它是一种示范能力 上层是精英道德 或者说圣贤道德 嗯 就是鼓励君子 世代夫 因为如学自称为己之学向圣贤看齐 嗯 老百姓 只要家里的孩子肯读书 他会接受这个共识 修身 克己 细胜细贤 这些道德 追求 嗯 下层的就是风俗 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地方的官员做好了 世代夫做好了 老百姓的教化道德风俗就没有太大了啊 所以君子只得风 小人只得草 你这个风往哪边刮 草就往哪边倒 它就变成这个社会的共识 你赶紧拍拍那草往哪倒呢 风在挂 草往哪倒 君子风吹来了 对 但是现代社会了 主导的价值不存在了 嗯 也没有制度载体了 对 也没制度载体了 那个示范伦理就不够了 那么现在社会又是走向平等 平等很重要的一下就是价值观念的平等 嗯 是不是 嗯 过去就是认为稀胜稀贤 这是主导的 最值得追求的 嗯 但现在不啊 我养家糊口 天伦之乐 我不伤害 伤害别人啊 追求财富 你不能说我这个就是 不合理的 嗯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所理解的幸福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追求自己 认为合理的价值 嗯 那么在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里面 我们只能在这些规则上 追求共识 这些规则就是不管你追求什么价值 权力多大 地位多高 民生多大 你都有些规则不能破坏 首先保证一种 大家都能相处的 基本能力 嗯 不能强制别人 不能欺骗 嗯 不能强暴 君子爱财 但是必以其道 才能谈得上 底线能力 嗯 当然 作为权力更大的人 他可能还要加上政治的责任能力 但是呢 不妨碍他 还必须满足 首先满足 作为社会成员 大家都是平等的 这样一种道德观点 你要这样的要求 所以你看你怎么说的 看起来相悖的那种 一方面 所有的都在都在喊道德破产 或者说道德衰败 是这么的 嗯 希望道德语言 另一方面好像整个社会 又迷幻着到处要进行道德审判 那种冲动 你看互联网上都是吗 嗯 嗯 我觉得基本道德要求 不去那个 你是要批判的 如果是有太脱离人性和人道的过高的 尤其是你自己 站在一个道德高地上 来审判别人 我觉得这个是 这很有问题 嗯 一个人并不会因为批判别人 而就使自己道德高尚 就是这两回事 嗯 其实你不妨设身处地哈 你如果处于同样的处境 你是不是不会做这同样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不少人是 难以逃脱追问的 我始终觉得要把事情 就是你的动机和行为区别开来 嗯 你可以罪其行 但先不要着急罪其人 嗯 但现在我们经常把它混在一起 你说为什么这个哈不追求哈 这个哈不追求哈不向英雄学习 嗯 嗯 等等 但是这个他不需要啊 对 而且之前我们是经过一个对高的破产的状态下过来的 对对 对高的破产的破产 没有绝察他已经是一个正义的人了 可能就报复社会了 嗯 张三欠我的钱不还 好像我也有理由 我欠李四的钱也个人不还了 呃 怎么处理呢 这个其实这方说也可以说是强调制度 嗯 而且我们努力争取的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就是说 让这些破产的境遇能够对人们发生的越来越少 嗯 诱惑之大 你这个市场社会的规则比较健全 横暴之来 有法律给我做主 嗯 我也不用太觉得求告无门 嗯 使个人 大家能够比较平等的基本权利 嗯 不至于老实破坊 嗯 今天精神好了 不累吧 都怕你把你晒一下 你要喝咖啡喝什么 少婉你喝什么 啊 喝咖啡吗 还什么 咖啡 喝咖啡提神 那个板上我给你调酒喝 哎呦呦 调酒 咖啡就好了 谢谢 对 谢谢 好 是不是你昨天晚上又又撒花了 所以我赶紧读读那个陈子录 那个 嗯 自我反省一下 我跟您忏悔一下 你这个海边有一个礼堂 正好可以 去那忏悔是吧 嗯 哎呦 哎呦 好 咖啡来了 我们坐过去吗 可以啊 在那边哈 咱们坐台还是坐那吧 你觉得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之间的 关系到底有多密切 嗯 我觉得对 看对什么人哈 嗯 我相信大部分职业家 他是把生活方式尽量的简单化 思想你可以尽量复杂 你比如像蒂康尔啊 那尽量的隐居 连信他都要通过别人转交 那一逼九路 一逼九路绝对不是一个放荡者 不是所谓 他说想要这个 绝对不是 他对快乐的定义是 灵魂的无纷扰和身体的无痛苦 很消极的 嗯 很防御式的 别人所理解的快乐主义 狂欢笑 他觉得马上就 身体不是叫惩罚他 我就被昨天晚上喝酒 这惩罚 你也好像是一岁次的被惩罚 对 嗯 那些古希腊的哲学 谁最吸引您呢 在某种地方各个都吸引我 因为它构成一个群像 就是各种性格 各种 但是古希腊的哲学家 有一点 他们绝对拒绝 接受最智慧的人的称号 嗯 如果是谁接受了 这个最智慧的人 接受的一散了 他就变成一个最不智慧的人 是 是 都会神域 不是说 雅典最聪明的人 最智慧的就是苏格拉底 大家觉得他智慧 但是他否定 他想找到比自己更聪明的 嗯 这个也很得罪人 甚至是最得罪人的 嗯 原来各行各样是视为权威 哪是最智慧的人 一下就被苏格拉底跟否了 嗯 所以就好几拨人联合起来 控告他 嗯 最后甚至处死他了 所以智慧多危险呢 这会很危险 嗯 他本身就带来痛苦 嗯 就像苏格拉底说的 你要发现真理的珠贝 你必须潜水克服阻力 克服你身体的惯性 有多少人愿意做这个事呢 嗯 包括纯秋的这些把我摆家一样 就是因为80年代其实是一个对中国的往日大家其实是一种尤其传统文化有一种有种否定的态度嘛 然后就在19293年开始写那个良心论嘛 他当时这个环境里怎么找到这个切入点呢 展开你对中国社会的一个理解 就还是挺意外的嘛 对对对 嗯 当然一个比较通俗的解释 嗯 我们一谈起道德来说 就说这人有没有良心 嗯 良心被狗吃了 批判社会就是良知沦丧 是吧 嗯 现代的潮流 包括西方潮流 更强调良心的自食一面 我是更强调良心的共识的一面 来建立我的一种普遍主义的底线的伦理学 追求一种方向是朝向一个科工化普遍化 嗯 但是我又恰恰想从内在的主观的嗯 意识开始 就是我要把良心论中的动力源头的侧隐之心嗯 发掘出来 仁爱自侵始啊 啊 然后你一步一步推进 比如说陈信啊 嗯 嗯 中书啊 处理好一种群体关系 人和他人的关系 就是源泉越来越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越来越平等 所以它是在社会的意义上 良心论来讨论个人的力 嗯 有一些感觉可能说起来 现代人能够比较容易理解 嗯 比如说我们读左传 嗯 他们那种交往 或者豪迈 嗯 壮烈 比如博异书旗的那种风范 人物哈 不吸引你们哈 嗯 但是最难的是我们现在老批判的 比如忠诚孝资 嗯 很难理解这个 很烦 嗯 干嘛你要忠诚于一个哈 哈 可能不一定是有德行 对 好的 就像我们有时候很难理解 为什么西方人要那么忠实于法律啊 嗯 这个法律明明对他不利 而且是本身不义 就像苏克拉底为什么要 就是要接受 但是不逃走 宣布他死刑的 法律啊 我们中国人可能太聪明了 嗯 觉得他们太愚智了 但是法治下来就是靠这个精神建立起来的 嗯 和威胁下去的 嗯 中国古代社会秩序也是靠这样一种 忠孝的精神 嗯 当然这个时候忠诚不是忠诚一个可能具体的对象 一个具体的君主 而忠诚一个一种原则 嗯 你比如看到游侠列传那个去杀秦王的那个金科 金科 嗯 雇佣我的人 哪怕我最后瞧不起他 嗯 但是我也完成这样的任务 我不是为了你去杀 但是我说的话 绝对是算数的 读古书读到了这样一种精神的话 忠于不是具体的对象 而是一种原则的话 你会中国古代的精神还是了不起的 那这些百家里面你特别喜欢谁啊 柱子百家 那柱子百家我最喜欢还是孔子 还是孔子 我还是喜欢最喜欢孔子 温和坚定的楷末 嗯 还自嘲 还自嘲 嗯 还喜欢到河边吹着风晒着太阳 游安勇唱着歌回来 是不是 任务度是挺好的事 嗯 但是温和不异于这 就是说好像是全路般的 你来顺受 其实温和就是说 你看起来外表很温和 可能有时候很随和 但是碰到一些很大事大会的原则上 它很坚定 它不跳来跳去 我是很喜欢这个词 就是温和而坚定 我突然挖腰灯 被人暴躁而摇摆 你怎么办 嗯 外表很暴躁 内的又很摇摆 嗯 我觉得你有时候 你自己拿自己的天心也没办法 但是暴躁 我的感觉还是 呃 要 要 要有所节制 就是说 可能有些人很容易 发露的人 他有个作用秘方在那里 制露 老师想着他要制露 可能会好一点 嗯 原来印象挺好的 原来是读者嘛 嗯 我一直以为这是这么安静的一个人 嗯 应该可能要七八十岁了呀 后来我才知道他不是个老人 哈哈哈哈 很帅 很遗憾 很遗憾 你看我的作品吸引不到女孩 但真的很很吊诡的 因为我在突兴看《良心论》嘛 嗯 嗯 94年出版的嘛 嗯 才40岁啊 94年对 你想这个人写《良心论》 这个人怎么也60多了吧 对啊 他有这种反差嘛 对啊 我们相似的这个感觉 对啊 我居然 好像沉淀了很多年 挺近的 嗯 您觉得性格和知识是什么关系呢 我觉得性格有就是一种驱动力 嗯 驱动你更喜欢什么样的知识 嗯 后面命运也会改变嗯 一些比如环境啊 嗯 或者说什么哈 但是天性是更根本 更原初的 幸运的人 嗯 他最后都是实现了他 嗯 小时候的愿望 你要是小时候什么愿望啊 就做一个图书管理员了 真的啊 爱读书读到这个 就是我想上次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说无书可读 嗯 就书的来源很小 就在江西的那是小时候那时候 对对对 十几岁的时候 再大一点就是看邻人 可以自然 比较野 大自然 嗯 在一起比较野性 嗯 如果又有书的来源 又有看书的时间 啊 这不很好吗 你不是现在全都实现了 实现了 呃 你这这么完美的人生啊 我超恶的实现了 我还带过放了这个 嗯 超恶实现了 超恶实现了 因为我就想读书嘛 嗯 在中学的时候 我干过一年农活 然后我毕业以后 第一年就是做工人 然后又在军队里 嗯 带来十来年 有有比较多面的阅历吧 嗯 嗯 就是想着怎么能够上学 嗯 嗯 能够读书 哇 那时候就要自己怎么克服啊 就只能忍着 是忍着 嗯 时间 时间慢慢治疗 也幸运的在这个过程中 总还是有些书可读 嗯 总有些让你透气的空间 嗯 那个时候现在回去呢 有哪些比如说 书也好 各种是一个透气的空间 让你哇 你这种 我觉得有时候 就是一本简单的书 你好像 还是能在里面 找到一些美的东西 嗯 当然还有一些就是那个 你比如看拉普伦传的时候 嗯 当时有一个情节 对我印象挺深的 嗯 有一次征战归来 嗯 夺得胜利 在阳台上 底下的群众欢呼 然后他出去了 跟他们挥手致意 但是他转过身去 咕隆了一句 好咕隆了一句说 这些笨蛋 哇 这个对我印象很深 嗯 我心想我会不会是 这些笨蛋中的一个呢 嗯 嗯 嗯 所以就像开始想 你要有你自己的思想 嗯 嗯 自己的思考 嗯 嗯 你认为某种行为是正当的 嗯 但是 处于某种特殊的社会形式 你会发现好多人不敢做这件事情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做了 你体现出你的道德勇气 嗯 对于一个思想者 道德勇气有有多重要呢 思想者 嗯 思想者也是各式各样 思想者在勇气上和常人差不多 哈哈哈 不是有句话 他建议勇为的多是什么土狗 嗯 仗义美多土狗 背 想得更多的那些 呃 苏人秀才 他需要的是另一种勇气 呃 对 表达真相或者真理的言论 但是我们不能奢望 所有的思想者 知识分子都表现出这种勇气 我们只能说很敬佩那些表现出道德勇气的人 嗯 如果没有表现出这种勇气的人 虽然有点遗憾 但是呢更多的还是批评 让他们不能够不敢发生的制度或者社会的形式 我觉得还是应该分心主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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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要拍咱们人生走下坡路是吗 哈哈哈 哇下面去看又不一样看海浪 嗯 你看又不一样又感觉又不一样 这边还是全是好老嘛 他们的 这个 这个大海啊 嗯 是好像看起来是单调的哈 嗯 但是又永远让人不枯燥 这还是层次还总在变化的 嗯 只是他不太让你亲近的 嗯 就是 只可观看不可歇 嗯 卸完 哈哈哈 哈哈哈 嗯 你觉得正式哲学和人生哲学哪个更更更有诱惑啊 我觉得还是人生哲学吧嗯 嗯 应该是像大海洋的 你要寻服他的狂 stumble 啊 你经常被他吞噬 哈哈哈哈 哈哈 嗯 其实关心政治最好 就是希望在最后大家都少关心政治去 嗯 但人生有的人 Cola 像我说的森林一样的很多优秘之处 是不是 包括您这次研究这个论医学里面 就是对这个技术的崇拜 后面那套哲学 其实是不是就是那套功利主义的哲学 对